外面中的男子怒杂 易碎物撕毁墙壁上日式海报装饰 亲手回到一切的不是别人 而是这间日式餐厅的老板 因为近期辅导排放核废水 中国大陆繁日情绪升温 尤其专卖日本料理的餐厅 可说是生意大受印象 我跟他说 我说我们 我告诉我女儿 我们应该去吃海铺 现在还在安全 然后我们不再吃它 还有一些 从现在的海铺没有吃饱 好不容易挺过 新冠疫情严格封控 现在却又遇上核废水争议 倒霉的餐厅老板 只得配合大环境 所有日本元素 一点也不留 当然日本在地餐饮业 同样受冲击 甚至中国大陆民众 越洋打恶作剧电话 没让你们日本把核废水 为什么你把核废水放在海中 朝电话另一端狂吼嘲笑 抖音风传这类恶意骚扰的影片 已经造成业者不堪其扰 尽管国际元能总署 拍雄谱挂保证 日本西式核处理水 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但似乎仍然平息 中国大陆民众的怒火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感谢观看